你很开心,很珍惜,为什么? 我以为那个烦恼很久很久了 我不怕对你们说,最近很多人批评我的话语不好 我也怕对你们说,没办法 其实我说广东话也不好,为什么? 因为我小小是山村长大的 也有人批评我,为什么你的广东话很难听 我当着我面前说我,所以我很记得到现在,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管我说什么话,话语也好,广东话也好 他们都不接受了,所以如果广东话也不好,话语也不好 没办法了,我就说话语给你们了 OK,拜拜 现在跟你们说,这种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冰柱,每个人都有的了 为什么?我不拍告诉你 冰柱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呢? 因为我现在冰柱里面全部都是玻璃来的 这里一格格是玻璃来的 所以当我们的东西不小心呢 放一些,撞一下,哇,惨哦 撞花了,撞烂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设计? 就算我还没买冰柱的时候 我已经想到了,就是这个设计 就是很简单 你看看我的垃圾 这些就是冰柱里面的垃圾 我这些设计都找回来的 找过来的 这就是一种胶的锅,一个洞一个洞的 买不可以买呢?你这些找吧 我就很难对你说 所以因为我喜欢一点点东西 我都扣撕衣服就用了 我不用怎么走 还有就是包子 包子也很重要 这里很干净,很清净 又不会撞花了 如果我们把包子放在里面 那反正我们可以抹衣服 你弯也可以,不弯也可以 为什么放包子呢? 主要就是因为 第一,你可以撕手它 冰柱的错位 另外呢 就算不怕它 我们当我们放东西就 撞烂了 还有,为什么我要加一张 一个洞一洞的锅呢? 就是预防它 如果我就是 我不用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是这样告诉你 就算了 除非这个包子很紧了 我就拿这个包子 但是不很紧 一点点垃圾我拿出来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它很简单 它能够用我们的 这个东西 一点点的水 饼干水 或者你送啊 不小心 倒捨了 死了 受到死了 更头痛 更头痛 你的小孩子一拿 或者大人多时间 不小心 哇,倒捨 哇,惨了 这起码来说 最后就有一张包子 吸收它的水分 所以我们 当我们搞清净的时候 没有什么辛苦 就是这样 我就埋的时候 口口多的 很多口粗 主要口粗 就是第一 不怕撞烂的玻璃 第二 包子可以吸收冰柱的粗味 第三 就是因为 因为你用这个 一个洞 一个洞 一个洞的格子 就令到它多余的 吃蜜 就包子痛 如果我们觉得 包子有点安真了 我们拉出来 将包子拉出来 那种安真的东西 安真的东西 拍衣裳也可以 如果你做好多 就最后会去 哇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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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神时间的方法 就是我一个人 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我对你说 其实我做很多东西 我不方便在这里 告诉你们 所以我的时间 真的很好用 不够用 就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没办法 别人怎么说 我也没所谓 我们不可以 接着人家的嘴巴 只不过我们 知道我们的需要就好了 对不对 OK 我接受到这里了 拜拜